也是一段網路上民眾所PO上去的影片 這位民眾他去台南市買檳榔 結果這兩家檳榔西施呢 都提供所謂的摸胸服務 那麼過程都被清楚地拍了下來 不過今天檳榔業者言辭否認 你等人家對吧 啊 沒有 這名檳榔西施穿著護士服 上半身鑽進轎車內自動敞開衣領 讓顧客摸胸 不只這一家另一家也有這種服務 檳榔西施穿著緊身馬甲打扮清涼 遇到顧客詢問還要求滿百才提供 顧客邊摸胸邊聊天 西施完全不以為意 過程長達二十多秒全被拍下來 民眾將畫面PO上網 我們實際追蹤 發現地點是在台南市安定區 海寮村的蓮外道路 由於這裡有不少砂石車經過 短短兩百公尺 檳榔攤多達酒家 我們在河上面呢 怎麼擺就沒有了啊 為什麼都沒有啊 現在的那個什麼攝影子 應該都滿方便的 他們應該不敢不敢拍那個啦 警方強調之前的確有這種摸胸服務 不過在他們的權力取締下 已經沒有這種情形 他們也會不定時巡邏 防止這種惡性競爭的色情風氣再現 追尋機部室網越方 台南報導 主題是為了 警方太陽 將來第一時間 獨特 努力的